我们有三张卡 这两张是用来开机的 这张是用来复制用的 开机 开机 长按这个M键 看一下进入菜单设置 第一项的话是 是那个亮度 第二项的话是 公里英里的那个 单位 这个是自动关机的一个休眠的时间 这个是仪表的时间 这个是开机的密码 进去之后默认的密码是000 然后进去之后 然后这个是开机密码是关 你把它打到开 卡到开之后 然后你这里就要设置开机密码 那么1000 好 然后退出 然后关机 然后开机 把它做一 按按照目减 再按两下M键 再按两下M键 然后这个是你的屏幕的一些信息 显示的一些信息 这个是二级菜单 二级菜单默论密码是2112 确定 我们改过密码 因为改过密码之后应该是1010 如果没有设置开机密码的话是2121 第一个是总线数 第二个是这是0%到100% 第二个是巡航 巡航有三种状态 一种是关 一种是自动 一种是自动 一种是手动 然后有一个是ABS 就是开机的时候会 这个是磁机对数 就是电机的磁机 这个是每个档位的参数设置 然后一档的限速 还有煞车电刹的强度 启动的强度前后 启动前后控制器的限流值 最后就退出 最后就退出 每个档位都是一样的 都是可以调的 再进一遍 这个的话是出口 出口设置是关 如果把它打开的话 然后自动的速度 减成限速 然后并且为非零启动 然后这个是温度 温度保护 控制器或者电机的温度保护 默认是120 这里按M键 然后按加紧 可以可以调 然后这个是零启动 非零启动 如果你出口模式 没有关掉的话 你零启动 非零启动 是调不了的 把它关掉 然后才可以 然后下面是 是恢复出厂设置 然后重启 再开机 然后两个点 然后最下面的话 是那个 轮径 11寸啊 10寸啊 12寸 然后这个是电压 60寸72寸48寸 然后这个就推出